脾虚湿气重 一个中程药既能健脾还能出湿 横扫一身之湿气 那这个中程药是什么呢 我们一会再讲 另外呢给大家说个事 本号的私信功能呢已经关闭了 你再发信息呢我是收不到的 如果有想看舌相的朋友呢 点击我的头像 看我置顶的微头条 里面有说明发你的舌相 好了我们还说这个脾虚湿气重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中程药是什么呢 就是停位散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湿气这个词呢这几年很流行 很多人找我咨询就说呀 哎呀我这个湿气重啊 你能不能帮我出出湿 好像说是一切病都跟湿有关 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么一个中程药 让他来帮你去医生的湿气 首先看到身体里有没有湿气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舌头 第二个呢是身体自己的感受 我们可以拿一面镜子 照着你的舌头有没有齿痕 有没有后腻的胎 舌面上有没有水滑 如果你这个舌边有齿痕 还有一层后腻的胎 甚至还有水滑 这个呢就是舌相上 身体上呢就是整天感觉身体困乏 四肢沉重 有一个什么呢 越躺越累 活动活动了还得好好一点 这种人呢就是贪食 当然也有瘀血的 我们今天是说贪食的 整个人呢整天就没一点精神 有的人呢容易拉肚子 总是大便不成形 上年龄的人呢还会有一点水肿 整个人看上的就是一个水胖子一样 包括有的人呢身上会长这个湿疹 经常呢吃一点东西胃力就胀 这种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 湿气重 那这个我们该用什么呢 有一个种成样叫什么呢 平胃散 我们听这个名字就是把平来摊平胃里面的不平 平胃散是什么呢 它是有仓主后果 陈皮 干草 加上江藏 这是李东元的一个名方 我们知道李东元善致脾胃 对不对 它的功效呢就是一个造势健脾 萧脏除满 为什么里面有后果和陈皮 对不对 它主要就是包括这 洗土不孕 失着困中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了 这个人呢会有口淡不渴 你记得用厨师一类的药呢 人呢大部分都是不渴 或者说渴呢 洗一点瘟饮喝完了 马上又不渴了 经常就觉得嘴里面有口水 这个是用厨师药的一个指针 包括有的人呢 就是长期的不想吃东西 老觉得胃里面满 甚至有的人很有恶心 呕吐这种情况 因为里面我们看 也是有姜和枣的 我们说了 伤寒论里面是把姜枣用量写到里面的 后世常常会说 加多少枣 加多少姜 当然这是一个用法 另外呢 从大便上我们说了 包括这个大便 躺屑 困卷 乏力 就是说总觉得睡不够 总是躺着就不想动 甚至越躺越累 舌头呢 你把它伸出来呢 它不红 偏于蛋 舌苔呢 偏于腻 就是用这个药的指针 那我们现在分解这几面 你像这个仓竹 仓竹在贱皮除尸呢 是比较有力量的 当然它徒尸呢 比较走散 它不像白竹 偏于造尸 这是仓竹 因为仓竹的心酸味比较强 后部呢 我们都知道 它是以鲁满为主的 所以我们说仓竹为军药 在这里面 后部呢 是以除满萧帐为主的 我们按君臣佐世来说呢 把它看作尘药 我们知道君药呢 是治主药病的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师嘛 用仓竹来造尸 有时间了 我们专门讲一下那个君臣佐世 另外这里面呢 像陈皮 它有礼器化痰的作用 那礼器能不能充满呢 当然也能了 我们说 经贵药略里面 这个橘皮呢 就大量的用 这是陈皮的功能 另外你看那个江草枣 我们不止一次的讲过 在伤寒论 包括经贵药略 精方里面的江草枣 就是一个治疗 脾胃病为主 是一个补义的 在这里面呢 它也用了这些江草枣 就是以调和脾胃的 你大凡有这个脾胃病 只要说属于脾胃失质 呈现出胸腹脏满啊 口蛋食草啊 舌苔啊 以后腻为主的 都可以用它来治疗 所以古人呢 说这是一个治疲的剩药 那我们临床现在也很多用 当然不单用 如果有湿的 我们可以用平胃散 加简单的 有湿和热的 可以用平胃散 加一点清热药 有淤血的 我们可以用平胃散 加上一些活血化淤的药 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来帮你 结合你的情况 来分析辩证用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终于传承人